司马局长静静地看着那面骨 沉默了一会儿 慢慢地说 郝磊从老张手中被人搭救 通过某种关系逃到了贼时 似乎还颇受老大关照 而且逗留时间还非常短暂 他会与什么样的人结怨呢 况且还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仇恨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得清楚 就像咱们在家里推测的那样 假如那个搭救他的人 两个人在共同逃亡贼时之后发生了矛盾 这个救命人后来变成了索命人 可能性不是很大 不管这个人是否就是那个串联老大和郝磊的中间人 还是通过其他人让老大与郝磊相识 他都不会产生类似的顾虑和惧怕 一旦双方真的撕破脸 那要郝磊的命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所以这个人可以排除 除了这个人 还会有谁呢 郝磊在贼时新认识的人 但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郝磊到达贼时的时间这么短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才会让一个财人是没几天的人 对他产生这种强烈的恨意呢 难道是他把人家孩子扔紧里了 就像熊天阳说的 郝磊平时不爱交集 对自己的事情 也不敢实话实说 说明 他这个人还是一个很谨慎的 知道自己底子不干净 平时做事肯定是万分小心 尽量避免制造麻烦 那么 他应该不会主动挑衅别人 所以 这一点似乎也无法自圆其说 除了上述两种人 凶手还会是谁呢 结合目前梳理出来的 本案的凶手的种种特征 他必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与郝磊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第二 绝不是曾经帮助过郝磊的人 第三 也不是郝磊心境结实的仇假 第四 对谋杀郝磊 有着一定顾虑情绪 第五 不但与郝磊相识 还与其所在团伙 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五个条件 才足以解释这种奇特的谋杀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 此外 联想到与小头目合谋 其人皮骨本身的制作难度 他还必须是本地人 并掌握很精深的手艺 再有一点 结合他制作人皮骨 是希望看到郝磊的死后 也备受敲打折磨 他还必须事后来到我市 并进入到市经剧团 这个人 你们说说会是谁呢 听完司马局长这番话 我们面面相去 都哑口无言 因为实在无法想象 要怎么样去回答他 有哪种人 会同时满足上面那么多条件呢 肖天明 突然整出一句 这他妈的简直是一个 不可能存在的人啊 他的这句话 让大家都笑了 司马局长也笑了 不过我们清楚 这真是一种 无可奈何的苦笑 这个人究竟会是谁 他到底在哪呢 就在大家绞尽脑汁 冥思苦想的时候 我猛然回忆起一件事 同时立刻意识到 之前那一系列细密的 推理猜测过程中 我们都忽略了 一个重要细节 而这个细节 最早我也是考虑过的 但是忙来忙去 还是给忘了 记得当时我曾经说过 杭雷肯定是被搭救之后 立即逃亡到贼市的 剥皮行为 也是在其后发生的 因为冒险滞留我市 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么 他在1983年8月离开我市 1984年1月 加入到贼市那个帮派 这期间 有将近半年的真空时段 他会在哪里呢